县长临之庙专程来到三星的圣嘉明企治中心 与学员们同欢并一起来拍照留念 最重要的是关怀这一群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住民们的生活情况并且自证佳节佳菜金 也感谢这些社会福利机构在疫情期间 尽心尽力协助县政府来落实相关的防疫工作 确保身心障碍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来到了圣嘉明企治中心 感谢院长感谢我们的神父长期照顾着 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天使 上天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共同来承担 那非常感谢辛苦的老师 在圣嘉明企治中心 这要多了好几倍的努力认真专业 才能够照顾到他们 都把他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院县政府呢 非常的感谢 也感谢我们社会处处长 还有所有的同仁们 大家呢努力团结合作 让我们这些天使能够得到了好的照顾 县武表示 县内的南洋智能发展学院 木光盲人重建中心 罗东创世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盛嘉明企治中心 怀泽康复之家 竹安身心障碍养护院 柏拉图康复之家等 七间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他们是以身心障碍者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是县府长期推动社会福利 及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好伙伴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谢谢仲敬